欢迎回来 今年1月人民网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作为专题 接连刊出了反贪腐斗争的评论文章 其中一体推进三不斧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 攻坚战持久战这个文章当中提到了 十八大以来就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 打虎拍银猎狐多管齐下 十年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一共立案了464.8万多件 那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有553人 处分厅局这些层级的干部 总共有两万五千多人 县处级的干部18.2万多人 目前根据这文章说 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且全面巩固 我想请教施董事 二十大之后您认为中共中央仍然会是 以反贪腐来巩固领导中心的地位吗 我觉得这条路线不会变 那就形式上来讲 在二十大的工作报告上面 特别把法治建国列为15项里面的完整的一项 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强调法治 而且是单独的成立一段 那基本上反贪腐跟那个法治是息息相关 要建立一个法治治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反贪腐当然是绝对不能挺 但是他除了是一个治理的常态 我觉得跟他作为习近平个人巩固权力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冲突的 对政治人物而言 我觉得不管是民主国家 或者是说其他政治体系的国家而言 这次人物的priority优先次序 永远是如何巩固他的权力 如何让自己在政坛上有一席之地 然后我的下一步是什么 这个东西比什么两岸关系中美关系 我觉得在个人立场上面 绝对是top priority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说习近平贪腐的一个手法 一开始基本上就是 就跟他个人巩固权力是息息相关的 他开始 一开始是每一省先抓一个 抓一轮之后 中央的各个单位 每个单位抓一个 这一轮完之后 又每一省又抓一个 每一个单位又抓一个 这样的一个有一定的规律 但是也让人人没有安全感 因为每个人都是你 不管你贪多贪少 只要有把柄 你都可以是整肃的对象 要不要整肃你那个discretion 那个财良权 那个选择权是在手上 抓在中央里 对 当人人都可能被抓的时候 为什么我今天抓你而不抓他 他跟我有私人关系 或我欣赏他某些才干 未来我会继续用他 在这样的情况 当我抓你的时候 他当然会更怕我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治理的常态 也是一个巩固 巩固权力的一个方式 对权力中心来讲的话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同时在打贪腐的时候 也是笼过民心 因为人民都是最痛恨贪腐的 是没有错 那么央视就报导说的 这个新征程上 党面临的四大考验会长期存在 四种危险也会长期存在 什么是四大考验跟四大危险呢 就2011年7月1号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 在建党90周年的谈话当中 就提到了 四大考验就是执政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 还有外部环境考验 那么就执政考验这一项来说 静哥您觉得 他所具体指涉的是什么 我想我们所有 整个政治形势的变化 以及政坛文化的变化 一直是动态前进 在2011年7月1号 当时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所讲的 这个所谓的执政考验是指 特别提示权力是一个双刃界 所以针对的是当时所谓官僚主义 文督主义 这个等级主义这些 但是最重要是他特别提示 就是说只要是长期执政 你不能保健防腐 那各朝代啊或者说这个东欧啊苏联啊 这些啊就是说整个这些强权啊 轻负都是因为这样 所以基本上那是一个自省跟 就是说这个反应自省 而且保健防腐一个功夫 那我觉得呢就是在习近平的这个治理之下 因为以前啊能够抓到这个政治局委员 就已经很不得了 现在抓到周永康抓到中常委了 所以我在想啊我们 我是觉得刚提到那些数字 这个就是这个哪个级的干部多少万人 哪个局多少人 我有时候想我们在海峡的这一案啊 动不动就讲说中共大陆不透明 我倒很想想看我们台湾什么时候 能够公布我们啊在蔡英文执政的这几年 抓了多少的贪官污吏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也是今天让我们看 就中国大陆啊在这种啊抓贪官 有这种的数字 居然这个皇朝还没倒 那有他的这个本事在 对不对你想想看 要是我们今天 你不要讲说我们按照这个比例 14亿对2300万 我们要是按照这个比例这样子 我们抓了这么多贪官 你看那个全部的台湾社会会啊 震惊到什么地步 可是我们也确实有很多贪官啊到现在 所以我是讲啊这个贪污是人性呢 堕落的一份 贪官可能永远啊抓不完 但是问题你愿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真的贪官永远抓不完啊 这执政当局永远要思考的问题 但是要怎么去拿捏 还怎么样去实际的去贯彻 这个我觉得 我是觉得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不知道你要去问 那我另外请教文贾老师啊 因为刚刚讲说四种考验嘛 但现在讲是四种危险啊 胡锦涛说的四种危险是哪四种 精神懈怠的危险 能力不足的危险 脱离群众的危险 还有消极腐败的危险啊 您认为在习近平现在主政之下 因为他现在进到第三任 那接下来的五年 您觉得哪一种危险最大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 这种前三种的这个所谓的危险 我看是不可能在这个 习近平的身上发生 首先第一个讲是精神懈怠 其实呢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一心要去贯彻是共产主义 他有高度的荣幸跟使命感 他怎么可能会有懈怠 不可能 除此之外能力不足也不可能 你看他这个一任干完两年 两任干第三任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他而言 能力是完全是够的 那加上脱离群众也是不可能 因为呢习近平就 其实他还是靠着群众 他的力量来去推倒一些旧势力 他群众他还是有去抓的 那其实 其实他最大危险 我看可能就是一个 他这个消极的腐败 因为其实在习近平 他就任2012年的年底的时候 他就讲说 其实如果不好好去反腐败的话 可能会亡党亡国 所以他认为说这个 那因为习近平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呢 其实又很多人要权要关 然后又要贪 因此其实是非常腐败的 但是我其实还 我其实还有一件可能 认为我个人认为的危险的部分 你是第五大危险 这个提出建言 然后呢 然后除此之外呢 他也应该也没有接受这个建言的这个哑量 那因此我看呢 其实这可能他是执政的一个危险 因为毕竟他做什么决策 都没有去做一个集体的一个讨论 那可能 这是我觉得他可能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 这个危险算是什么 专制独断吗还是 我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说 是不是集体领导确实还有继续观察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整个去惩治贪腐这个问题啊 其实中国大陆整个社会啊 情态的变化也让贪腐啊 以及应付贪腐的产生变化 以前贪官为什么呢 都讲小三小四小五 因为他贪的钱都去买房子了 后来他把全国的房地产连线 一个人只能买两套 一下全都曝光了 所以你有发现 以前的贪官都好色 现在贪官突然不好色 为什么 因为他买房 他不需要买小三小四 可是以前呢 都没有收出来一顿的 这个人民币跟外币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现在都是电子化 连线了 现在很少人带现金嘛 那他谁敢把现金去存到 这个就是说 他的银行账户里 所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啊 的情态在变化 让贪污的方式也变化 所以以前抓到的贪官呢 都是有多少到旁 多少个小三小四 现在抓到的 动不动就是几顿的现金 所以我也在想 这个世界在变化 贪腐也在变化 防贪腐也在变化 但是呢 贪官呢 现在还是有可能会外逃 所以在这里头之中 确实啊 这个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然后呢道 又要继续升到一丈一 然后呢道又要升到十丈一 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的 这个贪官永远抓不完 所以这个圣人不死啊 大道不止啊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说 现在这个反贪腐也在进行数位转型 是啊 不过刚刚提到脱离群众的危险 我觉得针对这一点啊 市長您看 这一次在1月8号全面 你看到大陆是全面开放国境啊 是不是就是因为说 它必须在 因为当然一部分是考量经济 但一部分也是考量到大陆整体的民意呢 我觉得是啊 但是整个治理的过程里面 譬如说我所负责的媒体 也有记者这一阵子到中国大陆去采访嘛 那他们到成都去 就发现就是说 北京假如说是 好 是5加2 但是呢他们在成都呢 就住了两天 是3加2 但是他们在成都就住了两天 就放牛吃草了 所以上有一套 下有一套 那中共中央对于地方治理的情况 事实上也没有抓准实况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危机 我觉得是邪式主义 运作下面出现的一个威胁 我们来看春运 春运哦 现在推估有21亿的人口的 21亿人次的流动量 对 那个啊 那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一到周六晚间9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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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